黃子椒遭報涉嫌性騷後 19日火速發片 很沉寂道歉 不過卻也大開地圖炮 抖出演藝圈中 許多大咖人物的黑料 其中他不只提到吳宗憲 請錢不還 還說看不懂對方的愛情觀 憲哥昨天先是向媒體表示 自己會提告後 今日再度回應此事 你幹嘛還要去扯別人呢 還要扯到你的往事 扯到異能界的誰 那偏偏我 我的部分通通不是對的 黃子椒說我是那個愛情觀 哎呀你怎麼特別 天啊 人帥真好 人醜就性騷擾 我就是那種帥的 然後男人 我跟你講可以 可以風流 但是不能下流 他的配文更是寫下 現在海水退了 我們終於知道誰沒有穿褲子 每天在那裡 亂搞男女關係的人是誰 並強調坐姦犯科 永遠都不會跟他有關係 因為這是無家的家教 之後他也向黃子椒隔空喊話 我現在才知道你這麼羨慕嫉妒我 很抱歉一直讓你吃我的煙 連我的車尾燈你也看不到 更嗆瞎過去贏不了我 現在你又全部輸光 而對於黃子椒的愛的告白 他也超酸表示 原來平常看你那麼忙 都在演藝圈裡面幹些什麼 果然是戰功標柄 不過之後他又再發了兩支影片 希望椒哥可以加油 不要再想不開了